那我們今天所要講的主題呢 是孕婦瑜伽喔 在座各位呢 相信應該有很多人都在上瑜伽課 也曾經有過接觸過瑜伽的經驗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今天的主題喔 好 這個樹的起源呢 其實呢 主要是因為 這個慶樂重梳喔 好 慶樂的月子中心呢 在新竹地區呢 其實相當具有知名度喔 那它近年來呢 開始為一些專業的人呢 出一些專業的書籍喔 然後緊接一直以來呢 我都在從事孕婦瑜伽的教學的工作喔 好 緊接著呢 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呢 我發現呢 有很多國外的文獻呢 在台灣呢 就是研究的結果呢 跟台灣的結果 沒有辦法相會符合喔 那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呢 一直讓我覺得非常的困惑喔 所以緊接著呢 在教學的一半的過程當中呢 我就暫時放下部分的工作 再次回到校園裡面去做研究喔 所以進行的研究所公佈喔 好 我的論文呢也是做有關孕婦瑜伽 跟孕婦之間的研究喔 好 當我拿到學歷的那一天呢 隔年 半個月後 半年不久之後 我就升格為孕婦囉 好 緊接著呢 我想說啊 終於輪到我了喔 好 從前 從前都教別人 然後呢 緊接著研究 接下來呢 經由我自己來體驗喔 到底哪個環節當中呢 出了問題喔 才可以跟國外呢 相為符合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不會落差太大喔 但前幾年來的教學呢 都一直覺得結果呢 跟國外的文獻沒有辦法相為符合喔 好 緊接著 來 孕婦瑜伽喔 到底差別在哪裡喔 我們用簡單的概述法來描述一下喔 其實孕婦瑜伽呢 裡面呢 包含的呼吸法喔 冥想 體味法 跟睡眠 跟隱暢喔 相信這 接下來的書裡面呢 都會講解到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稍微跳過了 好 緊接著 好 孕婦瑜伽的目的呢 它可以降低孕婦瑜伽的不適喔 睡眠的品質 認證的體重的控制 好 骨盆體肌體的收縮 跟產生的進展 跟新生的健康呢 提升了 降低一些產科的併發症喔 好 講了這麼多呢 那用一張圖表呢 來讓大家詳細的說明 看清楚喔 好 緊接孕婦瑜伽呢 的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進行孕婦瑜伽的練習 它可以幫助肌肉跟柔軟度呢 提升喔 當然呢 原本肌肉跟柔軟度本來就會提升了 因為在孕婦的過程當中呢 荷爾蒙裡面的鬆弛數大量分泌喔 所以讓肌肉組織呢 關節這個部分呢 已經非常柔軟了 當然練習瑜伽會讓肌肉更加柔軟喔 好 緊接的情緒會穩定 自信心會越來越好 相同的呢 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幫助你生產的過程 跟分泌的結果 由這個表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經由孕婦瑜伽的練習 可以幫助身體跟心靈呢 獲得一定的穩定度 緊接近了呢 到達過程跟最後的產生結果呢 有一個良好的效果 好 那我們不能空說無憑喔 好 近幾年來呢 就有一些呢 對瑜伽跟孕婦的研究 我們在2055年的時候呢 看到了 有一個瑜伽組跟對照走路組 因為走路是一般 呃 最多人常常去做運動啊 好 盡情分析結果發現喔 如果呢 每天進行瑜伽跟走路來 兩組來分配的話呢 如果你都進行瑜伽組走路的話呢 會降低早產的機率喔 胎兒體重呢 會有效控制喔 好 會降低生產池子 同時呢 降低產科併發症 跟潤層高血壓 好 緊接著在另外一個文獻當中呢 也說明喔 如果呢 都有進行這樣的練習的話 不僅只有上面的數據 緊接著還會加上產生的縮短 好 緊接著再下來 文獻當中也指出了 如果呢 你有繼續每週兩次 90分鐘以上的練習的話呢 會有效控制婦女的體重 同時呢 胎兒體重也會維持得良好 同時會降低疼痛 好 那產生的練習當中呢 就經過這些主要的 同圖表當中可以看到 徵詢醫生的同意啊 運動服脫带等等 好 我們緊接待到後面喔 大家可能比較想要聽後面一點 好 所以課程的規劃當中呢 主要是有暖身 還有主運動 還有後面的放鬆的練習 但書裡面呢 也會有提到喔 在過程當中呢 如果運氣不適的話呢 可以做一些什麼舒緩的動作 來降低一些運氣的不適 當然呢 還有這本書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生產的練習喔 生產練習當中呢 是很多媽媽當中呢 遇到困擾 因為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呢 一定要在產台上面呢 對於生產這個過程呢 既焦慮又緊張 又陌生 尤其對第一胎的媽媽來講 到底該怎麼用力才是對的 到底要多快 要快好還是慢好 來 我們從裡面就可以講述出來 待會後面就可以講到 好 當然呢 這本書呢 並不是強調百分之來的自然產 也不是強調說瀑布殘好 自然產跟瀑布殘呢 沒有哪個好 沒有哪個不好 最後呢 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喔 就是呢 就是什麼 母子均安 你看 這裡我生產完之後的照片 好 緊接著呢 來 我們從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自然產的主要的好處呢 就是增加硬而肺部的功能 在這裡 有沒有 這是晉級那樣 大家所比較重視 也是媽媽比較關心的 那瀑布殘的話呢 主要的話呢 就是對胎人呢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但其實呢 對媽媽的傷口來講呢 會比較有所影響 所以自然產跟瀑布殘 最大的差異就差異 別在這裡 好 緊接著我們進入到 這本書所主要的重點 好 生產的練習 就是大家呢 比較少去探討的部分 而在探討這個部分的過程當中 也會快速去探討 沒有那麼仔細 好 緊接著呢 通常自然產的時候呢 我們有分三個產層 好 分一二三 第一產層呢 微翻成子宮擴張期 從子宮頸開始收縮到變軟 成第一產層 好 緊接呢 我們從圖當中可以看到 原本呢 從兩公分 慢慢收縮收縮 緊接的進擊到 開始到十公分 有沒有 好 開五指十公分 好 緊接的第二產層呢 就是所說的 用力的方式 到底該如何用力 那第二產層指的是什麼 就是子宮頸完全擴張 頸到胎兒晚出 好上面的表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研究數據顯示 在第一產層的初產婦呢 大概六到十八小時 金產婦大概二到十個小時 好 第二產層的指的是呢 就是我們剛所說的嘛 扇產台用力的方式 好 通常呢 最多呢 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而金產婦呢 最多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這樣的數據看起來呢 非常的漫長 因為在產臺上面 已經很煎熬了 通常醫生 應該也不會待那麼久 好 緊接著 好 那到底呢 為什麼要生多快 到底為什麼要用力 要那麼正確 其實呢 治安產呢 有一個小小的隱憂 在胎兒晚出的過程當中呢 骨盆底肌群會受到傷害 會使呢 骨盆底肌群的收縮力變短了 而這樣收縮力變短 會誘發什麼 會誘發婦女之後呢 可能尿失禁的頻率會增加 很好 頻尿也會增加 肉尿也會增加 還有解尿不順暢等 所以換句話來講 也是換比較白話的方式來說明 如果在第二產成 已經開始10公分了 胎兒晚出了 這個過程當中 你用力不對 或生產過久的話呢 會造成骨盆底肌群的傷害 而這個傷害就會誘發 下面 只要有可能性的發生 那到底 該怎麼樣用力才對 到底生產的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好 通常呢 對自安產的媽媽來講呢 在生產的當下呢 自安產主要有三個力量呢 在他生產的當下必須具備 第一個力量呢 是公縮的力量 第二個力量呢 是內在力量 第三個力量 是外在力量 而這三個力量當中呢 我們唯一能夠控制的呢 只有內在力量跟外在力量 公縮力量的大跟小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這是個身體自然的反應 所以經常我們會聽到媽媽講 全部都準備好了 直線東風沒有公縮 有沒有 所以這三個力量呢 要在生產的當下呢 同時並存哦 少了一個 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沒有那麼順暢 好 通常要階段 第二產生的時候呢 公縮頻率 為兩到三分鐘一次哦 每次的時間呢 持續最多 不會超過一分鐘哦 好 所以換句話來講 你在產台上 像胎兒晚出的過程當中 這個力量 必須在當下 不斷地具備哦 不斷地存在 好 境界外在力量 到底是什麼 當你有公縮了 你首先呢 還要具備第二個力量 叫外在力量 外在力量的指著 是身體捲曲的程度 我們需要回想一下 媽媽在產台上面 生產的時候 通常都會把身體捲曲上來嘛 身體捲曲的這個程度 脊柱曲曲這個動作呢 就稱為外在力量 脊柱彎曲 這樣講呢 可能有點模糊哦 我們從圖看一下 假設這個圖來描述一下 我們經由瑜伽練習來看一下 這樣的動作呢 是不是像產台上面的動作 好 你會說啦 沒有 因為產台呢 的平面是斜的 而這個瑜伽墊的地板上是180度哦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瑜伽墊上面 180度水平面上都做得很好的話 像上產台呢 你就會做得更好 因為產台是有斜度 會有坡度的哦 所以外在力量指著是 身體捲曲的程度 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到 是不是脊柱曲曲了 有沒有 就是身體彎曲的程度 我所說的嘛 自然產要有三個力量 以簡單來說 一公縮 二外在力量 外在則是居住區區的動作 好 警戒的第三個力量 內在力量 我們通常都會在許多Google上面的看到 彷彿就像解大病一樣 解大病一樣 每個人都在做這件事情 經常在做這件事情 但為什麼呢 產婦上產台之後呢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可能還會說不對 不對 可是媽媽就說 我已經用對子嗎 還不對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好 首先呢 肚子用力的模式呢 我們稍微想像一下 我們從小到大呢 都有做過養屋起座嘛 好 肚子用力的時候 你當下的直覺反應 是不是肚子往內縮 是嗎 肚子用力 肚子往內縮 肚子用力 就肚子往內縮 而做養屋起座的時候呢 縮小腹呢 也把肚子往內嘛 腹部肌群在用力嘛 好 但是生產的時候呢 用力的方式呢 並不是把肚子往內縮 並不是把你的核心肌群往內緊縮 而是把你的肚子往外推 OK 如果你當下呢 說肚子用力 肚子用力 你已經很用力了 把核心進去往內縮 那用力的方式就不對 胎兒就會在原來的高度 有沒有 所以三個力量當中 你就少了一個力量 你只有公縮跟外在 而沒有內在的力量 所以有些人身體已經抬很高 那為什麼胎兒還是沒有辦法推出來 主要就是用力的方式不對 所以生產的當下呢 用力的方式是把胎兒往外推 如果更細緻一點的人呢 是把胎兒往外推 把肚皮往天空的方向走 緊接著把胎兒往下推 等於是往上之後再往下 所以呢 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把胎兒往內縮 把核心進去縮緊的話 那用力的方式呢 就沒有那麼正確 好 緊接著 我們都知道這三個力量呢 具備之後那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我是說了嘛 在生產的時候這三個力量 要同時並存哦 首先當你上產台之後呢 好 公縮的力量來臨了 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嘛 在第二產生的時候呢 公縮通常是一分到一分半嘛 好 當公縮來臨的時候 你就要準備了持續外在力量 外在力量則是什麼 我們剛剛所說了嘛 把身體捲曲起來嘛 所以保持公縮的力量 公縮本來就會當下持續的保持 此時呢 再加上外在力量 把身體捲曲起來 當把身體捲曲起來之後呢 還不夠哦 因為還少一個內在推肚皮的力量 此時呢 你要用力的把肚皮往外推 這三個力量呢 要同時並存 用力的過程當中 胎兒才會輕鬆的挽出哦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呢 胎兒挽出才會降低股份體肌群的傷害 好 有些人會說啊 到底呢 該如何讓身體恢復哦 其實呢 主要來說 很多媽媽很急 有些現代的人哦 對身材的 對外觀來講 越來越嚴格哦 其實呢 基本上呢 要到產後呢 八個月當中呢 身體才會組織很恢復哦 終始到第二個月到第三個月 你的體重呢 已經恢復到原來的一般的體重了 但是呢 整個肌肉組織呢 整個結構來講 還是呈現一個脂肪量 比較多的組織結構 所以通常在半年之後 身體的含水量才不會那麼多 逐漸的回到一般力氣的身材哦 好 在一隻肌肉的飲食呢 其實一樣以清淡為主哦 好 緊接著 何時開始運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哦 通常呢 比較不一樣哦 如果是葡萄牆的人呢 因為有傷口的關係哦 所以你要偵測傷口 要以傷口的主軸為準哦 如果呢 在傷口恢復得宜之後呢 大部分可以在第三個月之後 可以從而從事運動哦 那如果治安層的媽媽 通常在月子期間呢 就可以進入運動 輕鬆伸展的活動哦 一樣哦 在月子期間 如果下症感很沉重的媽媽 一樣要把這運動時間呢 往後搖 往後移動哦 好 胃圍很容易腰痠 必須替這個腰痠稍微解釋一下哦 很多媽媽都會覺得說呢 哎 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呢 我有打無痛分娩 所以導致腰痠了 其實呢 跟 無痛分娩這個藥劑呢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前面所提到了嘛 懷孕的時期呢 任成 荷爾蒙裡面的鬆弛素呢 會大量分泌哦 這個鬆弛素的分泌呢 會讓肌肉組織呢 變得比較柔軟一點 而肌肉呢 會比較長一點 生產完之後呢 因為呢 肌肉很長 它還沒有恢復到一定的長度 再加上整個月子期間呢 或是整個運期呢 沒有從事規律的運動 讓你肌肉呢 肌力不足哦 產後呢 又開始抱小孩胃乳 呈現同一個姿勢過久 而導致腰痠哦 所以呢 主要是因為呢 肌力不足 加上沒有微小良好的習慣哦 所以導致腰痠 跟有沒有打無痛分泌呢 沒有任何的關係哦 而且腰痠的位置呢 跟無痛分泌打的位置呢 也不太一樣哦 好 緊接著呢 何時候呢 正常體重呢 才會恢復哦 體重時間到底要多久 我們剛剛所說的嘛 基本上要半年的時間哦 如果半年內呢 體重掉太快的話呢 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哦 不要高興的太早 很有可能呢 在體重流失的過程當中呢 你的蓋子也不斷在流失哦 所以記得不要急哦 懷孕過程當中也是體重慢慢的增加嘛 生產完之後體重恢復呢 也給身體一點時間 它會慢慢的恢復哦 HCOG呢 美國運動產科學會呢 在近幾年來就有公佈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運動哦 好 開始什麼時候 懷孕之後呢 到底要不要等三個月哦 好 這次的大家呢 一直不斷地在探討的問題哦 那近幾年來呢 美國產科學會呢 也有公佈的數據哦 如果呢 你在產前還沒有懷孕之前 就有在規律運動的人呢 當你得知懷孕的那個當下呢 你一樣可以無縫接軌的去運動哦 這是OK的 因為你不算是學習一個新的運動 新的技能 你對你的肌肉呢 控制能力呢 有一定相當的程度哦 跟熟悉度 那如果你在運期前呢 懷孕之前都沒有從事 規律運動的人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等三個月後 比較穩定的之後 才可以開始從事運動哦 但是呢 在這三個月相差之下呢 在同一個班級上課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哦 無縫接軌的媽媽呢 孕前跟懷孕中 都有在運動的人 跟三個月過後 才開始從事運動的人呢 體力相差之下 就有所差別了哦 所以呢 還是建議大家哦 平時呢 就要多多去從事運動的習慣 經營良好的運動習慣 非常好哦 他們可以都要生產哦 有人會問我說呢 會不會動一動就生出來了哦 我想如果動一動就生出來 那我的課應該就爆紅了哦 以後呢 沒有產照的課 都可以來上我的課了 可以哦 所以生產的過程當中呢 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不太可能生一 就是練習練練 然後就 有懷孕的這個 就是生產的這個現象出來哦 機率會比較低一點哦 因為如果媽媽本身呢 有產生的過程的當下呢 應該人就會不太舒服了 不可能呢 再很輕鬆來上完整堂 孕婦一家的課程 那你有沒有發過這種 安胎過程的設計 目前這本書裡面 只要去居家練習 那如果是安胎媽媽的課程的話 其實也會有 因為在床上呢 做一些比較簡單的 舒緩的活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哦 因為其實在安胎上面呢 因為安胎媽媽們整天呢 都在床上 沒有辦法移動哦 那其實下肢 肌肉量流失非常的快哦 所以有些媽媽之後呢 可以起身的時候呢 會發現他的腳呢 非常的沒有力量 因為肌肉量流失了 腳呢會肌肉不斷萎縮 所以呢 也可以在床上做一些很簡單的 下肢的活動 跟下肢的訓練 上課吧 非常的簡單 那因為今天呢 我們沒有場地可以練習哦 如果當我們有地板可以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居家練習 這樣的姿勢看看 把腳打開 把腳後跟呢 靠近臀部的外圍 你想啊 這動作看起來很簡單啊 就是要手一抓 整個上半身會抬起來哦 好 你會發現呢 當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的上半身 並沒有辦法抬這麼高 我所說了嘛 可是你又要抬高一點 這是一個很 很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做的事情 你又要把上半身抬高 讓外在力量增加 但是要抬起來呢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哦 因為急作曲曲有點難哦 有些人已經練習了很久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把身體抬那麼高哦 因為外在力量呢 只要把身體捲曲 因為身體捲曲的話呢 這個身體的距離呢 就會變短 有沒有 身體就會變短 壓力就會變大 再加上內在力量 用力的話 胎兒就會晚出 但是呢 有時候媽媽已經盡了很多的力氣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要把身體捲曲起來 再爸爸在旁邊心靈的支持說 加油加油寶貝加油 再多優點力量 加油 已經加了全身上下所有力量 但是你想不要再加油 不要再吵了 還是沒有辦法 我已經很用力了 到底什麼時候 好好好還是剖腹好 好 趕快醫生幫我吸出來好了 有時候呢 有一個小小的技巧哦 好 只是呢 與其在爸爸在旁邊呢 不斷心靈加油之後呢 要有一個更實質的幫助 我們有一個課程呢 就邀請爸爸要上這個課程 生產的練習哦 爸爸呢 就要站在這個瑜伽墊的後方 媽媽的後方 有沒有 好 吸氣 把氣憋住的時候呢 同時把媽媽上半身抬起來 幫助媽媽們呢 不要用手跟用自己的力量 用那麼多力量 因為有些人到後期 胎兒實在太大了 他沒有辦法單靠自己的力量 而把身體捲曲起來 其實此時呢 就可以讓爸爸把媽媽的身體抬起來 這樣抬起來的動作呢 媽媽本身呢 用力的力量就會非常的小哦 而外在的力量又會增加 因為身體是被捲曲了 身體的力矩嘛 就變短了嘛 有沒有 所以呢 胎兒就比較好玩 所以爸爸在旁邊加油 同時要跟一個 做一個更實質的幫助 就會幫媽媽把肩膀抬起來 這樣 這是一個近年來呢 比較少 呃 被推 就是 呃 要跟他慢慢推廣的事情哦 因為其實 有時候用力的方式呢 我們經常會在網路上看到 就像解大病一樣 就這樣用力 可是這樣的描述呢 對初產婦來講呢 或是對媽媽來講呢 實在太模糊了 尤其是如果打無痛分娩的人呢 在他當下肌肉控制的敏感度呢 又沒有這麼高哦 所以如果用力的方式呢 又不對的話呢 很有可能就在產材上 待的過 待的時間會過長了 而留下沒有那麼好的回憶哦 所以如果用力的方式 產前衛教呢 有做得很好的話 通常在上產台的時候 他用力的方式正確的話呢 就會快很準哦 各位減少這樣的時間哦 通常媽媽教是只會教呼吸法 拉梅茲呼吸 對不會再太大到這個動作 教放鬆的方式 呼吸的放鬆 真正呢 能夠把拉梅茲呢 帶上產台的媽媽呢 大概只有五到六成哦 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 因為呼吸 大家每天都在做 但是真正呢 在那當下 既心情上呢 又焦慮又緊張 在身體上又不舒服哦 真正能夠很穩定呼吸的人呢 其實很難哦 所以通常呢 這種課程 我們當然會把呼吸帶入 但最終都會告訴上課的學員們哦 如果在練習的當下呢 或是在 帶程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真的那麼不舒服了 也不要那麼專注呼吸 因為有時候呢 有些人焦慮指數過高的話 過度吸跟過度換氣的話 過度吸跟過度吐氣的話 會造成過度的換氣哦 反而很容易頭暈跟胸悶不舒服哦 所以呢 如果有些人在他當下 過分緊張 過分焦慮 我們都會跟媽媽講說 乾脆就放鬆好了 有沒有 寧可呢 放鬆 不小心睡著 那就更好 如果沒有就算了 在半夢半醒之間 慢慢度過 等待開始哦 在帶子的過程當中呢 越放鬆的人呢 開得越快哦 心情越放鬆 肌肉呢 就會越放鬆 心情越緊張 焦慮指數就會越高 肌肉就會越緊張 產生呢 就會越長哦 所以通常呢 我們就會說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放鬆就好了 保持呼吸的順暢 主要的差別在這裡 那如果他生完以後 什麼時候就可以 開始在做瑜伽 做瑜伽嗎 通常在 如果是自安產的媽媽 在月子期間 就可以把瑜伽漸漸帶入了 但是一樣哦 不論是自安產 或是浦伽產 如果生產完之後呢 腹腔的下墜感 很沉重的人 我們就要把這事件 往後移 所以慢慢在 就是因為那個 有一個建議時間 就是說 生產完 把瑜伽帶入 通常我們會兩週 就可以介入 在月子期間的話 就可以兩週 就可以慢慢介入了 瑜伽媽可能要三個月過後 因為等待傷口的恢復 但其實也可以帶入一些 比較簡單的瑜伽動作的練習 如果是瑜伽媽媽 因為其實他沒有辦法 身體軀幹沒有辦法活動的話 可以活動頸尖跟腳步足步 有些人會說啊 那就可以大力的推廣一下 這個生產用力的方式 但其實呢 瑜伽產沒有這麼容易 尤其是在台灣 在亞洲地區 瑜伽產名列前茅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數據顯示 台灣是第一名的國家 所以換句話來講 雖然瑜伽產第一名 但可能換句話來講 台灣的瑜伽產技術 會非常好 因為第一名的國家 好 有些人會說 那就應該大肆的推廣 要生產用力的方式 那其實呢 也不能夠單單 教授生產的方式 因為其實呢 也不是立刻有產照 然後就立刻生產了 因為第一產成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了嘛 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也是對初產婦的媽媽來講 所以你有了這些技巧呢 還是沒有用了 你還要有良好的體力 沒有良好的體力 你也沒有辦法挨到上產胎 因為上產胎 要費那麼大勁 把身體捲起來 再費更大勁 把胎兒挽出 所以體力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一樣哦 體力也保持很重要 有些知識之後呢 還是要從事規律的練習 把你的體力拉起來 有體力 才會好好地進入到 自然產生產生的過程當中 那如果我是孕婦嘛 我想要上孕婦一家 那我要投資多少時間 通常我們會建議媽媽呢 一週呢 到二到三次哦 其實維持二到三次 沒那麼容易哦 有些人都會說 嗯 好像孕婦一家練習呢 就是很輕鬆哦 很容易哦 孕婦一家練習其實 呃跟其他的運動不太一樣哦 其他的運動呢 會在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你的肌肉能量呢 你的肌肉的程度呢 會不斷地增加 但是孕婦一家的練習呢 會練到後期的時候呢 越來越疲累 體力呢 會越來越難哦 因為呢 胎兒不斷地長大哦 尤其是你有時候 上課上課一半的時候 就可能很容易很喘 沒有辦法把整堂課上完 就要中途先休息一下哦 所以通常呢 孕婦一家的規劃呢 我們會建議媽媽 大概一週二到三次的練習哦 然後每次練習呢 餵一個小時 而且他的練習呢 從懷孕開始一直練 練到生產前 那對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還沒有生產 沒有什麼建議 做些什麼 對我們有什麼建議 我們經常呢 會在那個 我之前在做論文研究的時候呢 就在搜個案的時候呢 就遇到很多非常年輕的妹妹哦 大概可能就是 大學剛畢業 或是大學還沒有畢業 就已經升格當媽媽的 一些年輕媽媽哦 那其實我都會發現哦 可能因為他們太過年輕哦 在這些衛教知識呢 沒有這麼領域沒有那麼高哦 而仗勢的時候 啊 我一定生得出來 反正我一定可以 因為我年輕就是本錢 我相信哦 這的確是 有某一方面程度的認可哦 因為年輕人真的體力比較好哦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沒有辦法跟三十五六歲的媽媽 來相為媲美哦 但是呢 回歸到一點哦 通常呢 如果呢 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女生呢 有一生呢 有三個階段哦 脂肪量不斷增加哦 第一個階段呢 是嬰兒時期 第二個階段呢 是青少年時期 第三個階段呢 是懷孕時期 所以通常懷孕時期的時候的變胖呢 不是體積變大 是數量增多 數量哦 有沒有一顆一顆的數量增多 那如果之後呢 你可能變胖了 那很有可能就變成異胖體質 有些人以前呢 是比較濃鮮合度的人 一生產完之後呢 你怎麼永遠都瘦不回來 很有可能就要懷孕的過程當中 體重增加太多了 有沒有 他整個數量變多了 而之後一變胖 體積就變大了 就變成異胖體質 怎麼瘦都瘦不回來了 所以運氣的練習呢 來講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控制體重的方式哦 對一些比較年輕人來講 有些人說啊沒關係啊 反正我一定瘦得出來 我再來減肥就好 可是呢 體重數量呢 只要變多之後呢 要回來再減了 你會發現 好像跟以往呢 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就建議在座各位年輕人 妹妹呢可以適當好好的建立一下 規律的運動習慣來練習 雙胞胎有差別哦 雙胞胎也是要練習 但是雙胞胎的練習 通常我們到後期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建議他做台 嗯接受啊 對 雙胞胎到台灣呢 要自然產其實不太容易哦 因為在道德州的醫生 為了安全起見之下 都會建議補產 而且這樣機率會越來越高哦 那 要雙胞胎要自然產 也有點難哦 因為同時兩胎要同時胎胃症哦 會有點難 因為大多數都會呈現T字形嘛 一個直的一個橫的 不然就一個四散一個很難哦 所以 嗯 我們在運氣當中 我們都說了嘛 運氣就要練習呢 不是確保 白腐自然產 這確保呢 是個過程當中 母體跟胎兒更加健康 所以呢 我們也是接受雙胞胎慢慢的練習 今天非常喜歡 巴比 謝謝 謝謝張醫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巴比出了一本書 大家 大家 有幾本大家傳閱一下 還蠻漂亮的圖畫書 那這個 就不同 不同業界 專業之間的交流 然後 各位 來不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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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